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关于习近平的话题 现在仍然在持续发酵 因为最近发现了一连串诡异的事件 我在之前就已经猜测 会发动政变的人不是张又霞 但是我认为 如果是有人发动政变的话 那个人会是蔡奇 刚刚有一个人印证了我的看法 这个人就是王小洪 王小洪和蔡奇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不要忘了 他们俩都是福建帮 这两个福建帮如果走在一起 他们绝对有可能会来一个合作 把习近平软禁架空 中共为什么会在三中全会开幕的那天下午 就已经传出习近平中风的消息 当然 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真正中风 不过新华社在当日发表了一篇 一万字的特稿 叫做改革加习近平 谁知道在第二天 就无预警的被下架 使得外界议论纷纷 都知道 中共官媒一直以来 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宣传喉舌 中共上台 靠两样法宝 就是枪杆子加笔杆子 中共的笔杆子实际上笔枪杆子还要厉害 用来欺骗美国人 欺骗民主派人士 欺骗普通的热血青年 骗尽全中国的民心 使得人们觉得只要共产党上台就会有好日子过 谁知道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留意中共的笔杆子 新华社在开幕当天播放了一部44分钟的重磅纪录片 叫做领航新征程 里面在不断的赞扬习近平 说习近平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中国 几乎可以比肩毛凳 领航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带领整个国家一起向前 当时毛泽东有四个伟大 分别是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舵手 其实舵手跟领航人是一样的 在纪录片之后 就是这篇叫改革家习近平的特稿 但是这篇特稿突然间被撤了下来 这究竟发生什么事 然后就传出了习近平中风 甚至说已经出事了 同时还有政变的传言 说张右侠已经发动政变了 结果在7月18日的闭幕会议 新华社在第一时间就释出了图片 里面有习近平参加小组讨论的会议 当时主要是想辟谣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新华社要删了这篇万字稿 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失事了 而发动政变的人不想继续吹捧习近平了 有北京的内部知情人士说 这次的这篇改革家习近平下架的来龙去脉 关键是文章一登出来 就出现很多负面文章 有很多反应一直在接踵而来 所以引起了中宣部的重视 但是其实吹捧习近平的文章 一直以来都是那么令人反感 那以前怎么没有下架 为什么这次会下架 知情人士说 中宣部长李舒磊认为 这篇文章整篇都在紧扣着邓小平 标榜着习近平 遵从邓小平的深化改革路线 意思就是邓小平才正统的 习近平只是跟随者 所以他们的解释 就是这篇文章令习近平很不满 但是问题是你们在发表之前没有审查过吗 里面写的东西你们不知道吗 为什么会在发表了之后才发现有问题 中宣部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所以这个解释一点也不合理 因为中宣部会有把关 会审过稿 里面有邓小平的文字化 可不能在发表了之后才修改 而是一早就有 所以他们的解释 解难让人信服 之后在三中全会开会的这几天 央视 新华网 人民日报等喉舌竟然异常低调地处理三中全会 彭扶不想让人知道他们正在开会式的 究竟是出了什么大事搞得他们不想提 因为都知道习近平一向都是霸主 霸占了所有的镜头 所有的头条全部都是他 结果习近平在一段时间内却在人民日报中消失了 以前人民日报全部都是习近平的消息 当然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试过 也会有一两天看不到他 但是在之后又会马上出现 当方尖关心习近平在人民日报消失了的时候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全天都是讲习近平 而且上面还有一封他的回信 这就很明显 好像是在回应大众的疑虑一样 这让我觉得反而显然是无私显见私 现在人人都在问习近平到底是不是被软禁了 还是已经中风死了 所以立刻就登了习近平的一封回信 当然这封信根本就不需要由他来写 只要冠上他写的名字就可以了 著名是习近平亲笔回信就可以了 但是这两件事都不是重点 最重要就是还有几个蛛丝马迹 他派王沪宁去越南去调研软负重 但是王沪宁的身份是政协主席 由他去是不合适的 能代表共产党的只有蔡奇 因为蔡奇现在是负责党务 所以应该由蔡奇去 但是蔡奇无法走开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发生了大事 我估计蔡奇就是发动政变的其中一个推手 因为他掌握了中央警卫团 所以才会派了王沪宁去 而且王沪宁很少出国 这十几二十年来他出国的资料寥寥可数 只是跟习近平去过一次美国 你要他独立出访 他也不是出访的料 王沪宁其实是类似张春桥的那种党棍文体 他帮中共写一下文章 做一下理论基础没问题 你可以把他看成是康生 陈伯达 或者是张春桥这一类 这种人没有地方主政经验 没有行政经验 什么都没有 纯粹只是一个文匹党棍 所以他去做这件事纯粹只是接受任务 是代替蔡奇干活 正常来说习近平不需要亲自去 但是派什么人去也很讲究 要么是派韩正去 但是韩正有另一个任务 就是要去法国出席巴黎奥运会 总之就是习近平没空去的 就由他这个国家副主席去办 什么红事白白事全部都是由他去办 另外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王小红似乎叛变了 为什么 因为之前王小红每逢一出现 就会好像林彪一样 雨露不离手 万岁不离口 每天都大喊万岁 是不是在背后下毒手 不敢说 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说话 都会提到习近平 他无论说什么 尤其是出席任何会议 全部都是一口一个习近平 但是新华网在7月24日报道 说在贵州调研公安改革工作 强调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加强中共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 整篇文章竟然一次都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别人或许可以这样 但是其实也非常不合理 更何况他是习近平的最嫡系 因为在以前每次有新闻报道王小红 他都会马上首先强调习近平的指示和论述 然后才说对公安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教育 有什么指示 每一次都是这样 回头来看前面几次 6月26日 王小红在北京市晋松职业高中展开调研 他首先是强调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精神指示 6月17日 王小红在河南调研粮食安全工作 依然是首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 每一次都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这是王小红的招牌菜 每一句话的开头就是要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 结果在最近出现了异常 在7月19日就出现异常了 中共党政军干部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的精神 当天公安部召开了党委会议 传达学习三中全会公布精神 里面的会议新闻稿发布出来 叫做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把思想和行动捧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已经没有了习近平 只有党中央 把学习好 贯彻好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全国公安机关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整篇文章也是一样 没有一句提到了习近平和习近平思想 所以其实已经很明显 蔡奇和王小洪这两个福建人已经合谋把习近平控制了起来 我认为他们现在要进行的 就是要清除习近平下面会威胁到他们的人 其中就是把李强边缘化 因为最新的深法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现在可能已经被控制了 然后是李强 他竟然没有份 里面有蔡奇 丁薛祥 还有何立峰 因为他是国务院副总理 深化改革肯定是关国务院的事 但是现在国务院总理居然没份 简直就是说出来都让人觉得好笑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习近平已经被控制 而王小洪就跟他的福建老乡蔡奇合谋 这已经是在明显不过 那中国接下来的局势到底会怎样发展 他们会不会改变习近平的战狼作风 其实也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到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改变 例如他们邀请了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来谈谈 大家坐下来一起谈谈 看看在一些事情上有没有得商量 当然他们不会告诉别人已经换了老板 只会说不如大家讲和吧 做朋友总比做敌人好 而且最近习近平的身影越来越少 其实王小洪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他的公报和讲话已经告诉了大家 习近平已经不在掌权 甚至有可能习近平已经不在人世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